現在我們進到簡報第32頁 您可以直接把這個地方 有沒有按一下 那你可以先執行也可以不執行都沒關係 好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產生一個QR Code 你用手機掃描了 請問手機上看到什麼 所以你手機上看到的 是不是這個叫網頁互動測試區 請問積木會不會看到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如果你燒飛沒有開 假設你燒飛把它關掉了 請問你手機掃描 會出現什麼 空白影片 了解了齁 所以這樣就可以用 但是老師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如果用手機掃描 控制了之後 你可以試看看你電腦能不能控制 來你試一下 你手機上你多按一次 看看能不能控制 電腦上你再按你看看 看能不能控制 有沒有發現只有一個可以控制 對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預設 我們雖然剛剛有介紹說 WebDuno是不是可以多人控制 也可以是一個人控制多個 但是預設還是怎麼樣 一對一 所以你今天 有一個人 因為手機是另外一個裝置 你又進來了 控制他了 你原本的就不能控制 所以後面的 最後一個發送指令的 他才會聽他的 那如果你希望兩個都可以控制怎麼辦 來畫面切我一下齁 來3 2 1 來抱歉齁 我先切一下畫面 如果你希望你多個人或多個裝置都可以控制 您看一下開發板的後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協同控制 你把它勾起來 你只要勾起來 多個人就可以控制他 但是呢 不要忘記囉 這樣子層次是有改變的 你必須要停止再執行一次 第二個 你剛剛QR Code 要麻煩你再少一次 因為已經跟剛剛不一樣了 這樣了解了 你可以試看看 如果用這個方式 你的手機跟電腦端都可以控制他 那第二個問一下大家 請問一定要現場才可以控制嗎 可不可以控制家裡的 可以嘛對不對 因為通過Wi-Fi 所以但是你現在控制家裡的 會嚇到誰 哈哈哈哈 蛤 一驚就小孩一驚就大人 哈哈 對不對 就是反正 我們現在講的所謂的智慧家電 其實就是類似的概念 那我們在一般 像那個 比較高級的住宅裡面 他們也會有個裝控 就是類似的概念 我今天很多東西我就怎麼樣 統合在一個介面裡面 好像遙控器一樣 我就可以直接去控制他 這樣 老師這樣實際測了 有沒有感覺了 手機也可以控制 電腦是不是也可以控制 OK 好